正所谓面具一戴谁也不爱 当有趣的灵魂有了人偶福的加持 那真是上天入地无所不能 好家伙 这哪里是网红青蛙 分明是月宫的金蝉啊 还有这青春没有售价 卖儿卖女直达拉萨的 咱就说看谁以后还敢说他们是景底之蛙 有的甚至还一度跑去国外渣场 不仅在水上乐园大秀绝技 悉尼街头还为吹笛女生积极伴舞 就算遇上乐团演奏 他也丝毫不戒场 就是不知道此时是不是想起了咱国内公园里的大爷呢 而要说有些娃娃 从小就有一个音乐梦 这不河北大学一合唱现场 一位娃同学就变身指挥家 只是摄影师上一秒刚给了大大的特写 没想到下一秒就被带走了 她被带走了 她被带走了 就连小娃也有一个歌声梦 一首无勇娃 好笑程度直接拉满 该说不说 有些人看似戴上了面具 实际摘下了面具 安徽楚州 一位同学就冲上台 与校领导挨个握手 唯独落下了中间那一位 网友盲才 略过的一定是校长 说好笑 �刚好笑 歌曲 像这一二在你和她 是为何你守候那桥白月光 要说最神奇的是网红青蛙 明明只有一个表情 却能看出不同的情绪 这一刻隔着蛙头 我都能感受到她震惊 和城管battle低头委屈 抬头嚣张 各种不服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你看看我 我没装你 装在我的料理箭了 就老抓了 μου stellt 全部的单方 Geschichte 这样聊 你在说什么 啊哈哈哈 11差不多 我 sage 你让我讲给你听听吧 可常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鞋的 婚礼现场 一直漏气的皮卡丘 就成了全场最大的显眼包 街头冲击不足的公仔 亦是群魔乱舞 网友忍不住调侃 很少用妖娆去形容一个玩偶啊 只有我最要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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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哦 一不必让婆婆模佛 疼得了岁月花火 但要说最会整活的人偶 雪王绝对拥有性命 只是有的雪王嚼声惯痒 有的雪王征战沙场 当该师太太出现的那一刻 我今日份的功德 直接就笑眉了 不过玩归玩闹归闹 雪王除了拥有专属单曲 就是连舞蹈也手拿把架 那节目最后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青蛙人偶也是实力不详 与强则强 路边遇上狗狗的挑战 一个动作直接吓退对方 对方的挑战 是嗎? 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想看更多好听好玩的音乐资讯 欢迎点赞订阅下方音乐官方频道 我们明天见啦